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俊 沒錯今天呢我們要來復仇 巨大地瓜球 大家有看到這個鐵鍋吧 在時機輸掉我 要面對自己的錯誤 以前我在做那個巨大地瓜球的時候在幹嘛 亂做一通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復仇之前我有做過的料理 我們應該要把我之前做錯的事情一一的導正 一一的把那個時間線 給搬回來 搬正變成正確的 不是做了一道 啊失敗了 啊算了 啊不做了 所以呢我們今天要來挑戰的是我們的 巨大地瓜球 那我們先來去複習一下之前 錯了多少東西吧 這個幾年前 六年前的自己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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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連 蕭皮 都亂了 一通 他好像現在變胖 就這樣 這樣講這個 看料理 我們蕭皮 拿的方式 打手包 喔還有 沒有拿隔熱手套 燙自己 可以回到七年前的剪輯風格 沒錯 我把 鹽跟糖 搞錯了 這還能穿得上是料理嗎 阿淨 應該要重做啊 惡魔的地獄 來不及啦 哈哈哈哈哈哈 為什麼呢 你現在也是這樣 我現在會戴 手套 這邊呢 大錯誤 不可以 在油溫很高的時候 下地瓜球 因為你一下去 一炸 他就熟了 他就不會膨脹 他就不會有空心 重點是我們今天要練習 所以我們會先做一個小子 再做一個大 請問今天也是這個嗎 我跟妳講 今天如果我做出這個 我今天如果我做出成功的地瓜球 我是不會回家的 我會回家 別拜託了 我們就開始 來吃我們今天的 一炸地瓜球吧 好 我們準備嘗到非常簡單 一炸地瓜 木薯粉跟糖 這次糖沒有在拿錯 它顆粒比較大 現在處理我們的地瓜 然後我們把地瓜呢 前面比較不好吃的 前端都先給切下來 切完之後呢 削皮 要看我削皮的改進 那你就在這裡削啊 那個時候在客廳做這個 拿著 順著這樣子 紋理這樣子 削就好 之前這樣削到底是什麼意思啦 哇 這地瓜超硬耶 這個拿反邊 這個不要剪進去 好 削完了 再立一下切片 好 各位 切完之後呢 我們秤一下重量 總之呢 我們今天的目的呢 是做出一個 看起來很大的地瓜球 538克 那我們把它拿出來變成500 500整 漂亮 那我們現在呢 拿去電鍋裡面吹 20分鐘 好 那在等待我們料理的途中呢 我先來處理一下我的子民 咦 你們問什麼子民 就是這個 Castle Castle 現在透過我的畫面上的QR 以及下方的連結 下載這款遊戲吧 簡單 虧弦的畫風 放置策略 還有 算數 嘿 沒錯 我當初確實是因為這個 看起來像是算數的 廣告 而 有興趣 下載了這個遊戲 沒想到意外的 挺有趣的 可以佈置自己的 王國 跟城堡 還可以闖關 以及 跟小孩 不可以設設 不是那一種 會有畫面的 是可以讓你的子民 互相談戀愛 產生更多的子民 幫你保家衛國 衛名奮戰 嘿 你是不是也想玩一下算數啊 我是說 放置策略 生 錢 生 食材 現在透過我的畫面上的QR 跟下方的連結 將會獲得專屬的新手獎勵 只有新玩家才可以使用哦 這個獎勵呢 會有1000個鑽石 5個紅蘋果香 獎勵呢 將會在3天之前 送達到你的信箱 那iOS系統的朋友呢 記得要點開 選取APP追蹤哦 快來跟我一起玩 騙手騙手吧 好 那我們繼續等地瓜 20分鐘 來 先測試一下夠軟 給它 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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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現在呢 把它搗爛 它搗到非常爛 之前還有一點熱度的時候 加入我們的砂糖 不會再犯同樣的錯了啦 那如果以前沒有看過那部巨大化的影片的人呢 可以去複習一下 再回來看這部片會更舒服哦 好 我們加60克 60克的糖真的很多耶 好吃的東西都是已經有這麼多代價的嗎 我在以前看到很多代價 我也看到 好 我們攪拌到這個樣子差不多 我們就要來加入我們的慕薯粉了 這個手機很慌慌 因為我忘記比例了 做第二次了 你要記得 我又不是第756次做地瓜球 這是我第二次做地瓜球耶 第二次來會 對我 好 我現在要去看你做第二次的時間有沒有成功哦 不錯 哈哈哈哈哈哈 油奶救我 6比3比1到底是多少 280克 謝謝你 那我們要分屁再把它倒進去 好 開始有點阻力了 我們需要 換成手了 我們的地瓜球麵糰 做好了 這些都是我們 今天可以失敗的 cord 練習start 油溫不能太高 太高會走掉 老師 請問這 可以壓的沒 偷偷壓 趁它不注意的時候 趁它不注意的時候是不是 對 有了有了有了 這個有FU 我覺得我壓的不夠大力 我覺得應該再壓大力一點 你已經其他的注意了 注意到什麼 欸 它真的變很膨耶 好成功 對 但是如果你一次只用一顆的話 這個湯整個會餓死 對啊 我們再做再大一點了好不好 這壓太大力要破了 破破 還好我們有先練習 好 我們再試 中科的 不能壓太大力 要壓剛剛好的力道 這個已經比一般的地瓜球 還要巨大很多了哦 這個已經是芝麻球的程度了哦 它膨脹 它膨脹 我壓得很好嘛 我已經知道那個力道要多少了 哦 這顆 你這麼完美耶 那我們來吃吃看 剛剛那個 有點破掉的哦 吃啊 就是芝麻球啊 我覺得有點 太油了 因為它破了 不過 味道挺好 沒那麼調啊 這顆 很燙嗎 很燙啊 廢話 看中間 看中間 一半十公斤 一半十公斤 我 滿直接 一半的一半 就很大了吧 各位 再大 它就真的只是地瓜餅而已 緊張刺激 緊張刺激的時候到了 大 我真的好害怕 我真的好害怕 我好久沒有做這個料理了 期待又怕受傷 還有一點興奮 很燙 有有有有有 哈哈 各位 很讚耶 它看起來超像超大顆的 旺宅小饅頭 頭啊 超超燙 這個應該 會成功吧 成功的 是空心的 它是 空心一半 加十七 它只有空心一明明 各位啊 雖然我這個外表呢 旁邊 是有一點 空心的 可是呢 裡面 還沒熟啊 所以我應該是 動作太慢 我覺得 還要再多練習一下 最後再來挑戰 最後最後一顆大魔啊 那剩下的餡料呢 老師幫我示範一下 說不定你會成功啊 我也很沒把握 這麼大顆 試試看啊 好 這是我們導師做的 我們來看看 好像差不多耶 喔 空心感更深了 你的空心感很多 但是還是 差一點 看來這個這麼大顆的 應該是機械 那我們就用這半坨的麵糰 再試一次 總之呢 整理出幾個點 下去的油溫 要剛剛好 然後在它外表一成型的時候 就要開始 暴力的壓我們的地瓜球 然後讓它一直沾黏 一直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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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的地瓜球希望 好可怕喔 很難壓了 各位啊 沒辦法啊 太難做好了 我最後呢 把它壓到有點 太下去了 看來剛剛那個 拉扯成這樣 那裡面 至少要有手吧 裡面 全熟了 因為畢竟 做了很久 但是它 原本蓬起來的地方 全部塌進去了 所以 待會 我們還是再嘗試一個 如果 它還是沒辦法 好好的蓬起來 但是我們只好要讓它 成型 那現在就是一個地瓜牌 再來一次 好 各位我們 材料買回來快速重做 我剛想了一下 以上我現在的器具呢 大湯匙跟這個鍋 我們目前最大應該就是這個 200克的地瓜 加上 100克的木薯粉 才能做出我們的 巨大的地瓜球 這應該是目前 我們能做到最大的尺寸 但如果再大下去呢 這個鍋子啊 可能會造成更多的危險 甚至是在壓的過程 可能會出現一些狀況 所以呢 現在目前這顆 300克的地瓜球 就是我們 最後的希望 下去囉 你看 再壓 就爆啦 OK 我們 重做第二次 終於做了一顆 完美的 巨大的地瓜球 看起來還好大 那是因為我能大 怎麼 看起來很像 黃金開口笑 但是 多次的嘗試 多次的練習 已經做得很好看 好那剛在炸的時候呢 這個地瓜球就有冒出蒸汽喔 其實有點危險 所以我就不敢再壓 因為再壓我怕它噴 然後爆開 然後整個油 噴 噴上來 我可能就會受傷 所以呢 我們這個應該是最大的 我切啦 噢 噢 噢 沒錯 空心做得非常的好 但是裡面還是沒有辦法再黏更開 這應該是地瓜球的極限呢 但是這個蓬蓬的 空心有做出來 已經比八年前的我 成功很多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欸嘿 我這個裡面是 熟的 嘿嘿 好如果呢 還想要再看我復仇的話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喔 然後幫我點個讚 那最後呢 不要忘了跟我一起玩 兩艘Castle 現象城堡 一起放置 算數學 地瓜球 沒想到 那整顆的空心的 真的很難啊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好